園警查棄樹下賭場 夾扮成工程人員 穿著反光背心 戴上白色的工程帽 還有模有樣拿齒丈量工地 見時機成熟 立刻上前逮人 二十幾名賭客一紅而散 急著逃跑 全被園警一一抓了回來 上了年紀的賭客 見園警忙返 還想偷偷溜走 賭場位於台南火車站附近的 地下道出入口 有大樹遮掩 而且近期正在進行 鐵路地下化工程 平常沒什麼人出入 六十幾歲的謝信長主 從去年底就在樹下 擺了折疊座當賭桌 假日總吸引不少賭客 大白天就開賭十分囂張 我覺得蠻危險的 因為沒戴口罩 畢竟現在還是疫情期間 那學生路過的話 被看到覺得對整個 教育行為都不好 民眾多次檢舉 但只要有警方靠近 賭客就會把牌收起來 由於附近的鐵路正在施工 因此警方假扮施工人員 秘密收證 果然順利壓制賭客 莊案小組經過多日監控 喬裝工人 貨獲距離在大樹下流動 扑克白賭場 在公眾場所拒賭 不同於室內賭博 賭客也觸犯賭博罪 包括場主及賭客 總共二十七個人 全部被移送罰辦 TVBS新聞顧守昌 彈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